我上次来Costco买了一大堆东西 还是4月6号 转眼就已经5月4号了 差不多都一个月了 那个时候洛杉矶才15000多的确诊 现在都35000多了 这涨得也太快了 我这一个月没来呢 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 家里有一根葱就不往外冲 不是这个原因不至于 基本上我来这里就是买四样 买纸 买水 买鸡蛋 还有买冷冻的海鲜 比如说虾仁之类的 上一次买了一大车 很多人都看到了吗 吃了一个月 今天早晨呢 把最后一个鸡蛋吃完了 所以得来买鸡蛋了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希望跟第一次看到我视频的朋友 咱们在评论区打个招呼 谢谢您 要说这次来跟一个月之前的不同呢 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大家感觉都习以为常了 不管是来购物的客人 大家都戴着口罩 或者超市的限流措施 都变得更自然 没有手忙脚乱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感觉大家更友好了 像一个月以前 那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 看谁都像刚从医院里面 带着毒跑出来的 这次就没有这个感觉 就好像回归了以前的那样子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感觉没有人囤东西了 你像以前呢 什么水啊 纸啊 大米啊 通通的都往下搬 有多少搬多少 今天跟收音员聊嘛 收音员就说 上次超市 一天弄一个集装箱 就摆在超市的门口 水啊 纸啊 大米 什么都有 一开始 大家一看乐坏了 买啊 往下搬了 结果呢 连续一个周 后来就没有人再搬了 现在除了出门 还在捂着脸 跟以前也差不多了 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困难 是过不去的